在滔滔的长河中 你是一朵浪花 在绵绵的山脉里 你是一座清风 你把寂寞藏进无垠的缝隙 你把梦想写在蓝天草原 你煽烧自己温暖大地 认自己成为灰烬 让一缕缕火焰偏偏起舞 那就是你最后的轻松 祈福 凤将军之命 霸凌卫前来报到 霸凌卫 你家子不小啊 这回不是离职的将军 就是在职的将军也请不动你了 非得皇上把你请到这儿来啊 将军 您这是为什么 不要问为什么 到时候再告诉你吧 走 好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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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杯 来 同喜 同喜 喝酒 好 几杯慢用 慢用 夫人 好好好 您请 请 听说呀 渔阳上武之谨 皇上已经派离广 协助安国防守右北平 唉 岂止如此啊 听说魏卿李希 也率数万经济 紧急支援渔阳方向啊 魏卿可是了得 当今朝廷之内 最有本事的 就要数魏卿了 上策 你 龙城大吉 把这位客官带到客房 打得多漂亮 我这就 我就是不服气 一个奇奴 打了一次胜仗 就被捧到天上去了 早晚是 蹬得高 跌得重啊 嗨 来 二位 恭喜恭喜啊 你也来一杯 就是啊 好啊 那我也来一杯 来 姐姐 好 来 喝酒 好好好 好 娘子等下 我去去就来 好 好好好 别一会儿都离不开啊 这儿还有我呢 有劳姐姐了 来来来 娘子 来来 好 慢用慢用啊 喝几杯啊 好好好 好好好 来来来 大蝉鱼 大蝉鱼 派我向太子的父王致意 派我向太子的父王致意 大蝉鱼举心帮助你的父王 成为大韩信的皇帝 一边重建双方之间的合金关系 我大雄鲼 对汉朝的军事行动已经开始 大蝉鱼基于知道 汉庭方面的军事意图 听说魏清将军 已经率军支援于阳 这个消息可靠吗 我白天进攻的时候 恰好遇上将军们刚刚开完御前军事会议 从他们的支言片语中 我好像听到他们说余阳 尚谷 还有河南 河南 是指黄河南源 这我就不清楚了 只是耳边刮过那么一句 这太重要了 请太子帮助查清 以便尽快通报他参与 好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 皇上已派离国前往右北平 接替韩安国的指挥 好 来来来 好 走 新郎官躲到这儿了 快点快点 那边太后的秦军在等着你敬酒呢 随后就到 慢走啊 走 好 你好 你也来了 新郎官快来呀 马上就到啊 有一个重大的疑点 徐清姐姐协助打听 他们想弄清未清所部的去向 新郎官 来了 来了 父王 孩儿啊 给您带来一位客人来 您猜猜看这位客人来自何处啊 拜见戴王 我先来替戴王看看像吧 哦 你是像是 还真要给寡人看下 嗯 有了 好 怎么说啊 客人但说无妨 好 从正面看 戴王只不过是封诸侯王而已 如果从戴王的背相看则是贵不可言 帝王气象 什么意思啊 很简单 只要帝王转过身子 就是天下的主人了 转过身子 问哪边转啊 请戴王闭上眼睛 哎呀 顺势一转 方顺势一转 哎 请戴王睁开眼睛 看看这是什么方向 哎 对 就是北面 北面就是大漠之王 王中之王的大蝉鱼之所在 大蝉鱼正在实施一个重大步骤 等待时机直席长安 如果淮南王届时联络其他诸侯王 举兵起义 则汉军主力 必然首尾难以相顾 你 哎 傅王 大蝉鱼是要扶持傅王成为大汉朝新的天子啊 容寡人考虑在座决定 傅王 你 承 小天忠 承 承 都求何说 多求何说 多求何说 你 陛下 陛下 你怎么一直在高喊和说 这喊了吗 喊了 你一直在喊 很吓人 这喊了 那也可能 魏卿李希啊 正在向哪儿进军呢 陛下 魏卿不是去救鱼羊了吗 朕已经决定了 放去鱼羊 换去何说 我 我的天哪 陈姐还真以为他们去了东边呢 呵呵呵 来 何说何说 我 非同小可 匈奴的骏马 都在这里聚集饲养 这是匈奴南亲的出发基地 这里距离关中不足七百里 何说又是阴山南路的屏障 夺去了何说 匈奴王庭所在地也就暴露无依 只要能夺取何说 我汉朝也就掌握了 全局的战略主动 整盘旗就全火了 陛下 立国以来 汉朝还没有放弃郡县的先例 陛下若真的舍弃于羊 于羊恐怕不利吧 立国以来 汉朝也没有恢复郡县的先例 有得必有失 有得必有失 只是要看核算不核算 将军 依照您的命令 我大军有意大张旗鼓不作隐蔽 士兵们也都相信我们正在增援于羊 是 我看已经招摇得差不多了 留下一小部部队继续阳动 大军调转头 后队变成前队 然后我们按原定计划 改走隐蔽小路 迅速朝和朔进军 遵命 驾 驾 我已打听清楚 魏卿此次远征 并不是驰援于羊 而是要袭击 黄河核套内的河硕草 草原 消息确实吗 是宫里 传出来的消息 那我非同小可 我要立即向大蟬域报告这个消息 事关匈奴命运 停车 告辞 走 这些人 到底是怎么回事 汉军的援兵 应该到了 王子 这打汉人 就和列曲鹿巡一样 得有耐心 李广我算是见识了 不知魏卿是何模样 他比李广还厉害吗 等我捉住了 你再比较就行了 我老是 你们不想做 不对了 这次 不能让他再跑了 报告左大都尉 汉军主力突然消失 什么 怎么会这样 十来万人的部队 怎么会突然消失 是不是你们暴露的目标 放跑了汉朝人 绝不可当 我要用脑袋担保 这就怪了 难道汉朝的皇帝 不想要他的鱼羊和上谷了吗 再给我狠打鱼羊 上谷的汉军残步 同时准备攻进右北平 一定要把汉军的主力 给我吸引过来 我就不相信汉朝主力 会跑到天上不成 不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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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这天下 这是什么 出场 干什么的 干什么的 干什么呢 干什么 出场 出场 看清楚没有 我 是大鲲鱼 派我财里的秘使 不开 有重要军报 十万火吉 要报告大蝉鱼 你们要是耽搁 看你们长几个脑袋 快给我带路 赶往大蝉鱼行员 陛下 前方急报东线匈奴主力攻势凶猛 羽阳上午已经全部丢失 李广将军在右卫平正率军抵抗 朕对右卫平不感兴趣 韦卿 韦卿军团现在何处 在哪 陛下目前还没有军报 那你瞎唠唠什么 像个婆娘 都回去睡觉 快过来 诺 快看 那边什么人 好 快看 快看 到起来都起来 列队准备欢迎大山羽 弟兄们 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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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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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 快 走 杀 快 装 itself 这可能吗 卫星军团要偷袭我的河硕草原 千真万确 这消息是从汉宫内部传出来的 这可让我不大相信 魏清军团是在这里消失的 如果要攻击我和朔之地 何必要都这么大一个圈子 他为什么不由上去向北进击 从汉宫传出的消息说 汉朝皇帝要求魏清军团隐蔽的做大迂回 防止我军自东向西回渊 一战夺取和朔 何为 那么这应该是魏清军团 对我和朔之地进行 何为唯一的行军路线 你们看这有可能吗 那就是说 魏清军团将集中全部兵力 从白阳王 楼梵王 与右贤王之间的辖区间穿过 从东向西截断腰斩守军 然后再进行大迂回行动 说呀 有没有这种可能 一魏清对龙城的袭击看 我以为有这种可能 魏清现在对骑兵军团的机动运用 和远程奔袭的能力 已不在我匈奴之下 不要神吹那个魏清 上一次龙城失守 主要是因为我主力都在集中对付李广 才使魏清有机可乘 再说上一次魏清只有一万骑兵 而这一次却是数万骑兵 这么庞大的骑兵军团 做如此远距离行军 完全不被察觉难以想象 你是说没有这种可能 大陈瑜 似乎没有这种可能 那你就说说 魏清军团现在在何处 在何处 这 大陈瑜 上一次我们集中攻打李广的主力 而现在我们的主力 又都集中在东线右北平方向 与上次的经历如出一辙 这是太相似了 我们对汉朝人声东击西 难道汉朝人也对我们实行同一计策吗 大陈瑜 能否把我东线的主力军全部撤出 集中增援何说 这可难了 相距一千多里 既无粮草后勤保证 又无相应作战准备 仓促调动 这必然会引发全局混乱 是啊 万一魏清烧了黄河福桥 我们就是到了黄河边也无计可施 再说 我们这边东线怎么办 就前功尽弃嘛 何硕草原上 还有我匈奴经济十余万 人数多于魏清军团 应该能够抵抗的 是啊 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何硕守军 请求昆仑神 赐予白阳王楼藩王 勇气和运气了 到目前为止 黄河南远匈奴之白阳王和楼藩王所部 还毫无察觉 而张次空将军 已切断了何硕守敌 与禅于本部的联系 苏建将军也已到达高阙 切断了何硕守敌 与匈奴右贤王的联系 并且前锋已向灵州迂回 一旦他们到达指定的位置 对何硕守敌的合围可全部完成 我部人马是否已都从福桥上过来 是的 都已经渡过了大河 烧了 把福桥立即烧了 烧了 将军 万一不立 我军将无法返回东岸了 谁告诉你我们要返回东岸 万一 万一我们无法站成和硕之地 我没有万一 我魏清既然来了 就没打算再回去 把桥立即烧了 诺 你为什么吃这个不开火 将军 是 等打完匈奴人夺他们的烤全羊吃 是 好主意 别忘了 结果弄去羊腿 没问题 烤羊腿的老家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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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藩王 你是什么时候得到消息 说汉朝人要来了 昨晚灵州 上军方向哨报 发向汉军大批军记 那你又如何判断 汉军由南向北正面来袭 汉军不从南面来 难道还从北面来吗 白羊王 你放心 我已向南派出零散军纪 引诱汉军来此 与我决战 看到了没 汉朝人找死来了 汉军的人数比我多吗 龙奴手准备 辩阵 是 汉朝人很聪明 重装骑兵准备 汉军的骑兵训练有素 这些汉军还不够我当点心的 全军准备出击 这些汉朝人 怎么回事 大王 汉军的主力军团从北边冲过来了 怎么回事 我们的身后是右浅王部 鼓要乱 主力要乱挡住 杀 有请党 主力要乱 主力要乱 刹 有射 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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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准备 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 马上派出轰陵即使向皇上报捷 其余的人进行清早战场 调整备战 得令 和朔大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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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朔二年 魏清收复和朔 这块位于阴山赫兰山脚下的肥沃黄河草原 为历代兵家所必争的战略重地 就是今天 内蒙古核桃地区的 俄罗斯大草原 自前秦末年 匈奴猖獗 黄河忠欲 荼毒歹变 朕自即位以来 大兴讨伐 凯歌频传 禁车济将军 魏清横渡黄河收复和朔 斩首三万两千级 卤货自重 聘处无算 遂大定朔方 俘虏三千零七十一人 令还货 陛下 错了 是三千零一十七人 不是三千零七十一人 你说什么 没错 是三千零一十七人 写得不太准确 改过来 改过来 大洋我汉军威武 令朕深感欣喜 陛下 给军队下的诏书太长了 没必要说一番冠冕堂皇的大道理 照你的意思 朕这个诏书该怎么念 在所有诏书里军令应当最简单明了 话说多了 那些大老粗的军士们能听得懂吗 啊 怎么个直接法 对军人您主要的是名正上罚 该讲则讲 该罚则罚 有这两点就足够了 好 行啊 等有那么一天你打了胜仗 朕就给你拟一道最直接的诏书 就一个字 你信不信 臣希望这个字 是可以的可字 陛下 这孙子兵法 我借记读读 去去去去去去 这孩子 胆子也太大了 都是陛下太娇宠他了 主妇先生 有看法 是啊 骄宠之下有两种可能 医者更弱 另者则更强 天不怕地不怕 不怕强者 也不惧怕任何权威 可一旦 把你的话多说完 陛下 刀子磨得太快太锋利 用起来顺手 但也容易折断 无法长宝啊 这是我 就是我 白几之将 白阳王 龙凡王 奏见大陈傭 白阳王 龙方王 奏奸大蝉鱼 把二位王爷给我带上来 拜军之将 奏奸大蝉鱼 二位王爷 毫发无损啊 你们的十万铁骑被卫星的四万兵马 大大丢亏弃甲 连河硕草原都给我丢了 是我大匈奴丧失了进军中原的基地 大蝉鱼 汉朝的起兵勇猛神速 我可以肯定一定是有匈奴人从中调教 才使我匈奴的起兵优势不复存在 是啊 大蝉鱼 汉朝人的起兵现在一天一夜 可以行进五百里 这是前所未有的 很好 也许你们失败都很有理由 也很有道理 这样吧 你们都是军臣蝉鱼的宠臣 本蝉鱼 就请你们也到军臣蝉鱼面前 讲一讲你们失败的理由吧 哎呀 送二位王爷上路 我们不服 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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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王爷 打了败仗 暗鱼当斩 你们还有什么话可说 大蝉鱼就没有个过错吗 大蝉鱼的指挥就没有个过错吗 要去死 我们一起去死 我们应当一起去 二位王爷 说的很有道理 此次失败 本蝉鱼 是负有重要的责任 但是 我不能死 我还得活着 我要为大匈奴复仇 把这个戴上和二位王爷一起葬在先王身边 哇 孙二尾王爷上路 大蝉鱼 大蝉鱼 我们不 我们不服 我们大蝉鱼 大蝉鱼 我们不 不服 啊 这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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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